小片里面看这个实习是个魔咒 是吧 实习了他就变了 是吧 对 你变了吗 我觉得我没变 他变了吗 他变了 你看 在我们的眼里变的都是别人 一定不是我们自己 行 说说他有什么变化吧 因为我们现在大四了嘛 马上毕业了 然后我在家备考 然后他已经实习了 他这个人 跟之前就是完全就变得 像两个人一样 跟他打电话也不接 发微信 他也不接 以前基本跟我出门 他都不化妆的 他现在每天 只要是去上班 基本都是化着装出门 就有一次 他跟我说五点下班 我去他公司去接他 等到五点我到那 然后我跟他说 你下面下班 我过来接你 然后他没回我 我想要没回可能忙 那我就等他一会 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差不多七点了 然后他跟一个男的 不知道是谁 从楼下往上走 一边走一边有说有笑的 然后那个装画的呀 是挺漂亮哈 然后还穿个小裙子 跟人家 什么叫跟人家穿个小裙子 人正常上班嘛 化个妆穿个裙子有什么呀 我就是正常的上班 那个男的 他就是一个正常的 普通同事而已 然后呢 他说是五点 我跟他说工作差不多结束 那谁有说的 工作能准时准点的 那天大概就是晚了 将近两个小时 是晚了点 但是正常工作也没干别的呀 那你工作可以不准时准点 那你跟我说一下呀 那我是在忙工作 我哪有时间我跟你说呀 我工作是工作 干别的是干别的 那我工作完了 我跟人家男同事 一起下个楼顺个路 那说话还非得那么严肃啊 那我带点笑容都不行 我跟所有的人 都不能带笑容 只能跟你带笑容吗 可以 那不止这一次吧 还有啥次 还有一次 我跟他说话 从早上 我起了 我马上就跟他说话 分享我自己干了什么 就是在微信上是这意思吗 对 给他发微信 等快到中午了 他还没回我 就你说 如果一个人上班 到中午 他都不看手机的吗 那他也对工作也太认真 太投入了吧 不不不 你说的这个 工作时期不看手机 这件事 现在没人做得到 那可是我工作的时候 我不看手机 我就是一个很专注的人 我就是不习惯 我工作的时候 我边看着手机 然后这边有什么信息 我再回 然后我再继续工作 我就是专心地干我的工作 工作完了 我才能回消息 那你总有午休吧 你中午休不休息 我休息 我中午 我刚跟你发完信息 不到五分钟 你发了个朋友圈 谢谢孙哥给我买的奶茶 这是啥意思 我工作了一上午跟客户 人家那孙哥只是一个客户而已 大家在一起工作 觉得大家累了 那请大家喝一杯奶茶 又不仅仅是请我自己 那你能不能回我一下 我发朋友圈有啥错误吗 你发朋友圈没有错误 你就不能动动你的手 五秒钟 回我一下可以吗 我跟你说了一上午 十几条消息 不在于说你没回 他的点在于说 你时间那么紧 都把孙哥感谢了一下 都没感谢他 一上午给你发了那么多信息 他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你看你看 根本就不在乎我 我怎么不在乎你了 再说了 我发一个朋友圈 那也是工作呀 在座所有的人 大家都发朋友圈感谢一下 因为那是客户 那我不发难道好吗 不好 这个时候我也是在工作 发朋友圈 也不是说发那些 没有用的东西 也是正常的感谢客户 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兴致 我方便问一下吗 就是正常的一个 新媒体的工作 就是编导助理类似的 新媒体工作 不看手机 这活干不了啊 是不看手机干不了 但是我 对那你不是说了吗 我这不看手机 一上午不看手机 我是专注啊 对我专注 我跟他发的消息 我习惯的是 看手机 先把工作的内容处理 明白了 但是说 我跟男朋友 我跟家里面的事情 或者是我个人 私人的事情 我是要到工作之后 结束了工作时间之后 我再去处理的 这是一个好员工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 我跟他发消息 我已经都留证据了 就他实习 刚 还有证据 不到一个月吧 我们看证据 看这证据你说 你说 不到一个月 连着 差不多一周吧 这屏幕装不下了 已经 太多了 不到一个月 根本就不理我 不回我消息 如果他不是说 他在工作 我还以为他失联了呢 你这红包发的太小 你发一块钱的红包 我发了红包 看他回不回我 也不回 不回 退回了 他还好意思 晒这个图 不是晒 他是说 我有证据 说我联系不到你 姑娘 他这还能算是证据吗 他这就 以偏概全呢 那件事情不是说 我故意不回他 是因为前两次 人家又送我奶茶 我又不理他了 然后又看见 我跟公司的男员工 有说有笑的 他吃醋了 他来气了 然后怀疑我跟人家 男的又是不是 有点啥事 他质问我这些来着 所以我才生气 我本来啥事都没有 我就是正常地干工作 然后呢 他才质问我 跟人家有没有事 正常女生 我觉得这都应该生气吧 所以我那两天 我就一直没理他呀 他跟我说啥 我都不想理 因为我很生气 你冤枉我了 他很冤枉我 对 你不相信我 特别委屈 是吧 对呀 我跟你发消息 发这么多条 你也不理我 那我有我的理由生气吧 我跟你生气的时候 把你拉黑了 我就想看看你 我拉黑你 你什么时候能发现 结果呢 你还好意思说 拉黑这件事 就因为我不回他 然后他来气 给我拉黑了 但是我不回他 我也是在工作上 当天我跟我的同事 还是女同事啊 我特别强 叫女同事 我们一起在看PPT 就用我的电脑 他这边 一句一句给我发消息 然后呢 我不回他 然后他就开始 给我打语言视频 我就摁了摁了海打 摁了海打 这严重就影响到 我工作了呀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我这没啥影响了 接一个说 我正在工作 工作完了给你回 不就完了吗 那主要是那会儿 我在跟我女同事 已经在聊PPT的事 因为这个PPT 他比较紧急 下午就要处理出来 然后呢 他这边就 就开始打扰我工作 然后他最重要的是 他说了两句话 你自己说 你说啥话了 我当时生气 我说说这句话 我觉得很正常 说啥了 我就说 你和你那个男同事 在一块过吧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说这话 不过分吗 我啥事都没有 都是他自己脑骨的 然后呢 就发这些话 还碰巧 我跟同事一起 研究PPT的事 被人家看着了 那你说我 我干不尴尬 我都没有脸 继续跟同事一起 去做工作 人家同事还说呢 你要不跟你男朋友 解释一下 别误会怎么样的 那我心里 我多难受啊 我 然后我还很下不来台 所以我就更生气了 本来我工作都挺忙的 然后呢 你这边 你还跟我做 还跟我闹 所以说我那天晚上 我一直没理你 后来你还说 你给我拉黑了 我后来 现在我退一步吧 我下班回去了 我给他打电话 发现人家给我拉黑了 行 那我给你打正常的 那个手机电话吧 我说我退一步 咱俩 我跟你解释解释 我到底有没有事 是 但是我要的 就是你的一个态度 你跟我解释之后 我是不是也跟你 约定好了 你以后在上班 干什么 你都跟我说一下 去哪儿 你也跟我说一下 是啊 那你说有一次 又跟人家男客户 去吃饭了 跟我说 六点去跟人家吃饭 我就跟他说 那行 那你去呗 那你六点你去 你起码给我拍一个全景 吃了什么 几个人跟谁 这挺合理的吧 那他就不回 因为那天 我是乙方 乙方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我当时刚到那个 吃饭的地方 然后呢 人客户也刚到 我们准备吃点饭 然后顺便把工作给聊了 因为乙方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所以吧 你说我上去就录个视频 好像对人客户不尊重 人家客户肯定也得多想啊 你来 你说这句话 你自己信吗 乙方 就你自己一个人 你就是一个实习生 你们公司没有人了 让你去 本来那天 他不是说让我自己去 是一个主管带着我 我们两个一起去 跟客户把这个事情 给安排明白 说了详细了 但是那天 人家主管突然有事了 把这事交给我了 他说 哎你去吧 你正好 你这些事情 你大概你也都能整明白 我自己觉得 我也挺能整明白的 所以说我就硬着头皮去了 本来干工作吧 我自己一个人 我都挺紧张 他这边可倒好 又让我拍照 又让我录视频的 还不理解我 你现在这么说 那你当时你怎么不说呢 你现在好了 开始解释了 那你当时也不跟我说呀 我当时我不跟你说了吗 那天人家客户 说陆给我送回家附近 下了车 我就马上给你打视频 我就跟你说了 这个详细了 客户还开车送你回家 然后你在车上 没有一分钟的时间 跟我说一下 你在车上 你是自己回不去家 还是没有钱回家 你要是没有钱回家 我不跟你说了吗 你可以打车回家呀 我可以给你报销 你这是说话很难听 你知道吗 人家可以有人家自由空间嘛 相信自己的女客户 她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我心里边是相信她的 但是我觉得她对我的这个态度 就是特别有问题 你在车上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呀 我在同事车上 干什么干什么 这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她就是不说 本来路程就不怎么远 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然后我在车上 把人家都好像 也给我送回来了 我又不能让人家 只当个司机 我全程一句话不说 或者说我在那块玩手机 也是对人家客户 一种不尊敬了 再说了 我又不是不跟你说 我下车了 马上给你发视频 如果我真跟人家客户 有啥事 我还告诉你干嘛了 主持人 你说呢 这个你就别问我了 而且 这个你就别问我 我没法说这件事 对吧 还是那个嘛 想回有一万种理由 可以回 不想回 也有一万个理由 可以不回 我这没法说 姑娘 你别逼我 但是我自己 真的就是什么事情 我愿意相信你 我愿意相信你 但是你要体谅 这样一个敏感的小男生 他不愿意相信 核心在这儿 这就是他变了是吧 对 就是那次之后 我就自己想个办法呗 我想着 手机不是有一个 位置共享吗 弄个位置共享 你以后去哪儿 我也不问你了呀 我一看我就能看见了 结果过了几天 他就把位置共享 就给关了 你还好意思 提着位置共享的事 一开始我跟你联事 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刚实习 有点觉得对你有歉意 冷落你了 我跟你联事了 但后来我为啥关了 我过了两天 我越想越不对 你这不就盯算是 24小时监控我吗 对我完全不信任呢 那我父母都没说 24小时时时刻刻监控着我 看我在哪儿在哪儿的 然后你跟我绑定位置 时时刻刻随时 我在哪儿 你必须都得知道 你这就是对我的 一种不信任呢 我本来也啥事都没有 我觉得我这是 为你的安全着想啊 你这个强词多理了 你怎么会那么没有安全感啊 你怎么那么不自信呢 因为他之前真的不这样 他之前特别好 还有一次之前 跟我说大四之前 咱们一定要出去捋个游啊 想去海边看看呢 怎么样 然后我就想 那你现在跟他出去一看看 你是你在家备考 你考研有大把的时间 但是我现在 我好不容易找这个实习的地方 我现在考虑的是 我到底在这个公司 我能不能转正 我想的是 等我正式转正了 工作稳定之后 我们再去 你说了这么多 其实还是 没把我当回事 就不把你当回事 怎么了 这个男生的 叽叽歪歪 没有把你当回事 怎么才叫把你当回事 对 我的要求 其实很简单呢 只要 你去干什么了 你跟我分享一下 就可以了呀 我不愿意跟你分享 行不行 我想跟你分手 行不行 他就是总是要求我 我忙的时候 也要求我时刻 要回他微信 要跟他 知道在哪 在哪的 但是呢 我不忙的时候呢 我没实习的时候 咱俩都有空的时候 你对我什么态度 他啥态度 咱就说有一次吧 我俩要坐地铁呢 去逛街 他从上地铁开始 一直就拿起个手机 在这低头 全程的就看 我想跟你 享受一下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 然后你 全程在那看手机 你把我当什么了 那是因为我觉得 在地铁上 我们没有必要 在一块说话吧 那地铁那么多人 行 就算你不想说话 就算你觉得 当时的时机不合适 我们不说话 那不说话 你总可以 你把你的游戏视频 你放下 咱俩就讲说 二人在一块的时刻 我觉得是没错的呀 但是你呢 你就注重你的游戏视频 我觉得你 你就是你把你的游戏视频 看得比我还重要 你说我看中游戏视频 其实我就想 你跟我一块看 跟我一块学习 就是像我来说 我之前也不懂 什么口红什么的 总而言之 这个事是有 对吧 就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感觉 你默示了他 这事有 对不对 可能是有 但是我觉得应该 就是他误解我了 好 不仅仅是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 他不跟我说话 不见面的时候呢 我们平时在学校 两个人打视频吧 打视频正常应该说话了吧 哎 人家不说 人家把平板一撂那 拿起个手机玩 要不然呢 就是拿起游戏机玩 不说话 那是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沟通 可以 但是没有必要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没有玩 你这样的话 你还出去现在干嘛 你随便找一个兄弟 谁都能陪你 谁都能做你的背景音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在屏幕这边 然后就看你 特别开心地 跟他玩着游戏 我呢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回了吗 那我也回了 总比你不回墙吧 这个就很错位了啊 在我有时间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我可有可无 在我想把我的 这个重心转移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好像 我要失去你了 所以你开始紧张了 是吧 这两件事吧 都是其次 我生日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都能忘 那我 我次次都记得你生日 刚开始出对象的时候 你怎么给我过生日的 到零点了 马上就给我发祝福 发一道长串 然后呢 又给我买礼物 过生日当天 又去这玩 又去那玩 去吃好吃的 那去年啊 去年我过生日 你记着吗 那去年我也忙了 我在备考上 那我心情也很焦虑 我就忘了那一次啊 那其他几次生日 我不也跟你 好好的过了吗 我也精心为你准备了呀 你忙的时候 可以忘记我的生日 但我忙的时候呢 我不能忽视你 我还要一直 去回你消息 那我也跟你道歉了呀 那我之后 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你看你每次 就是道歉道歉的 但是你有心里 服过一次吗 你心里一次都不服 不是为什么要服 我是口头道歉而已 你不还是没改吗 那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错呀 我觉得男生就应该 让着女生嘛 那你生气了 我就跟你道歉呗 那你这种就是最大的误区了 我们不解决之间的问题 你仅仅是道歉 那有什么用啊 好好好不吵 今天来的道理要干嘛 我就是觉得他态度 对我跟以前不一样 我就想要他一个态度 我想明白他到底怎么样 就我不想毕业了之后 我帮你问 你还喜欢他吗 如果他改好了 可以 就是你到公司里面一看 有没有觉得他幼稚 还行 有些时候挺 他改不了 你还想跟他处下去吗 那我 我没办法 因为我这边忙着实习 工作也挺累的 他这边总跟我葬 就说你别跟我冒 对吧 咱俩行 你要再这样下去 咱就分 对 那我觉得我改 行 但是你得改啊 就你的那些问题 所以两个人 都是在前缀条件的 如果你改了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不改 就分开 是这意思吧 对 好 老师们 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人就是这样啊 往往到了快失去的时候 就后悔了嘛 开始想要珍惜了 一对恋人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会经历不同的相处模式 和你们的关系 发生一些的改变 尤其是一方准备继续考学 一方步入职场 那么这种情况下 分手的概率 会极大的提高 因为步入职场的这一位 他率先地 走到了社会当中 进入社会之后 就相当于 进到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个新的世界 对他来说 充满了新鲜感和吸引力 这个是人之常情 当你步入职场之后 你也会有这种强大的刺激 这个时候 在他的世界当中 工作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那个 带给他的价值感 和带给他的新鲜感 是足的 而你就是没有 那个东西新鲜 而你就是没有 那个东西重要 如果这个时候 你没有办法 接受这种的感觉的话 那也就是 你们关系 说结束的时候 但是姑娘 被主管安排 去跟甲方吃饭 这事我也不太信 我是肯定不会 让一个实习生 跟甲方去吃饭 有很多事情 你是打着工作的幌子 在告诉他 我已经不爱你了 你把它排在 你的工作之后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告诉他 你不能打着这个幌子说 我不告诉你 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他现在为什么 之所以是这个态度 他不是不信任你 是你的态度 让他没有办法相信 他现在也不是真的碾你 他只是不服气 不甘心而已 所以姑娘 你好好想想 如果不爱了 就告诉他 但是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好吗 就这样 有没有发现 你们的感情 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其实你们两个 一模一样啊 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只想占有 不想付出 发现对方冷落自己了 这不对 我得去不断地找他 不断地发微信 我得知道他 是不是在干别的事 是不是不爱我了 不能这样 就不是我的了 不行 我得黏着他 当他真正来到你身边 说我的生日 你说我忘了 所以这是什么爱啊 可能最初我们 还年少懵懂 产生的爱情 也许那个时候 是美好的 今天两个人的情感 已经分道扬镳了 何必绑在一起 两个人这么为难 这么难堪呢 没有意义 就早点分手 去找人生中 下一个阶段 适合自己的伴侣 感恩上一段 我们曾经的遇见 和彼此分享过的美好 我觉得这是最体面的 好不好 谢谢 三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 实习生 应该在工作里面 承担什么事的问题 一个实习生 进入公司 因为你什么都不懂 所以一般你需要 去付出的是 自己的劳力 也就是说 他占用你大量时间 让你很忙碌 不断地做 重复的工作 我觉得是很正常 我公司也这么用实习生 但是如果让你单独 去陪一个甲方的客户 这就不对了 这个公司用你的用法不对 你也不应该接受这个 这是我第一个 要告诉你的 因为我怕你没有经验 我自己就做新媒体的 我公司不要说实习生了 我全公司 只有我一个人陪人吃饭 没有其他任何第二个人 陪人吃饭的 因为所有的员工 都有自己的工作 你胆敢让他去陪人吃饭 他肯定拿眼睛瞪你 平日没 是吧 我是来给你干活的 我又不是来陪你吃饭的 听懂了吧 不要因为自己是实习生 人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 是有一些人假借考研 逃避社会的问题 一段校园恋爱 进入社会之后 它一定是带来 人际关系里面的 竞争和对抗嘛 考研是可以考的 但考研不代表 你和社会脱节 也不代表我不去接受 这个社会里面的 所有的竞争和对抗 对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爱情只是生活的很小的一部分 一个分支而已 经常有姑娘说 你居然认为工作比我重要 工作当然应该比你重要 不止工作比你重要 爸妈肯定是不是也比你重要 她认为在生活里面 还有很多东西比你重要 你得接受这个现实 并且在接受这个现实里面发现 原来你以前不搭理人家的时候 是因为他给了你太多安全感 现在他不给你安全感了 果然你受不了了 你上赶着要去黏着人家 要给方法的话 我给你们一个方法 你们试分手三个月吧 试一下 三个月之后 如果你们还想着对方 从归于好嘛 三个月之后发现 对方确实在我生活里面 没有那么重要 那分手就分对了嘛 就这样 一般来讲 当女孩子这么去 晾着一个男孩子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进行分手测试了吧 我已经测试了三天 我可以不搭理男朋友了 那么下一次 我可以一个星期 假如我一个星期 我都不再搭理男朋友了 其实我已经可以告别他了 恋爱是什么时候变得不好看的呢 就是不再势均力敌 当你们两个人的言语 已经不对位了 你在跟他聊学校 他可能已经有了职场 你跟他聊游戏 他在考虑怎么去加班 你跟他想去秀恩爱 发朋友圈 他忙着感谢客户 你们之间叫做 话不投机半句多 那么在这一种状况下 其实这个恋爱 已经很难看了 就像刚刚 您站在这里 说的那些话 让我听上去 觉得特别的可怜 没有什么比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 哎呀男子汉 在那里阴阴阴的 你怎么都不理我呢 你怎么就不回我呢 我的个天哪 您在学校里头 找点事干吧 少缠他 让自己忙碌起来 让自己有目标起来 而不是老盯着这一个女孩的背影 担心他会离开 有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担心他会离开 老对着他后背放箭 老对他扔小石子 希望他回头 反而弄疼了他 才把他系走的 而您 如果真的已经觉得 男朋友跟不上您的脚步了 或者生活里头 已经发现了新的目标 我不是指恋爱 而是工作目标 或事业目标 已经跟这位男士 所提供的不太符合了 那么历历索索的告别 不用这样吊着人家 但是又不给人家一点盼头 就你这个 我就说我听着 这叫考研究生啊 有时间天天琢磨 女朋友这点破事 你考什么研究生啊 你能考得上吗 考上了吗 没有 你知道你考不上吗 谈什么恋爱 你没有资格谈恋爱 正常谈恋爱是这么谈吗 不喜欢直接说呀 有危机的直接告诉他呀 我在实习你这样不对啊 我们俩的生活状态出问题了 为什么不说 心里藏着我 没有什么呀 你工作有那么忙吗 还开拓 一个做新媒体的人说 我压根我就不看手机 别找借口了 看不上就是看不上 直接告诉他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如果 你要是不能理解我 在我工作的时候 你也一直打扰我 然后还总对我进行猜忌 你这些毛病 如果不能改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不能 在一起继续下去了 但如果你可以改 我还是喜欢你 还是想跟你在一块 我也一样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 我们都互相改变一点吧 我也 不像以前那样缠着你了 希望 我们可以互相体谅 但是 希望你也可以为我改变一点 如果真的 你觉得你喜欢上别人了 那也行 那你就跟我说就好 我走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说 喜欢别人 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 但是你有问题 为什么一提分手 就一定是喜欢上别人 而不是因为其他呢 谢谢两位 请回去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预测一下结局 女不出男出 双不出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行了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就是